晨曦甘露的弟兄姐妹早上平安 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创世纪第42章 我今天的讲题是情深义重的夜色 在我们所读的经文的里面 我们看见当时迦南地有饥荒 不但如此 埃及也面对同样的饥荒 那雅阁见埃及有良便对他的儿子们说 你们还在看什么呢 去不去埃及要良是一个重大的决定 是的 对我们每一位信徒来说 我们几乎每一天都在做抉择 我们做的抉择的里面 它有不同的意义 也带来不同的影响 特别是在困境的当中 我们要做一个决定更为重要 因为有一些的决定会关乎我们的生死存亡 当时雅各没有打法 最小的变亚敏和哥哥同去 因为他害怕变亚敏会遭害如同当年的夜色一样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多年了 雅各并没有忘记过去失踪的夜色 他仍然活在这个伤痛的里面 雅各是这个家庭的头 所以整个家族其实都都照在这个忧伤的里面 因此一个权柄者和领导者所做的决定 在伤痛中的决定更是至关重要的 那第一点我们可以看见 雅各儿子奉差遣 那是在第一节到第五节 以夜色的位分来说 当时他也知道 迦南地也处在饥荒的里面 这时他已经是一个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宰相 他有权柄 他也有权地的粮食 因着他的智慧 他早就储存了这些的粮食 他当时可以派兵把粮食送到雅各家 让他们可以丰丰富富的度过这个灾荒的日子 但是 夜色却没有这样做 他是等待对方 他认为有这样的一个必要 这就是让他的哥哥学习谦卑的原则 饥荒常常会使人倒空 生命的饥荒也会让你在 谦卑的过程的当中学习 在倒空的日子的里面 学习让神来充满你 当时雅各的十个儿子来到夜色面前 饥荒使他们向权力者来这样的下拜 这就应验了夜色在早年的时候 他曾经做过的一梦 看见十个河滚向他下拜 当时的整个情景经过了二十年 他的哥哥因为要粮的事故 真的向他下拜了 有时在我们的生命中遭遇饥荒或者患难 请我们在主里面学习 看见这未必是一个坏事 因为这些生命的饥荒或者是患难 他会帮助我们倒空自己 学习服服谦卑 学习自我审查 看看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有软弱得罪神的地方 我们要学习在这种光景的当中 回到神的面前 专心来仰望他的帮助 而且单单依靠他 最近的水灾给我们看见一些的教会 或者是牧者 他们也都身陷其害 有的人说你们不是教会吗 你们不是牧者吗 为什么你们的神没有照顾或者是拯救你们呢 免你们从这些的灾害的里面 请不要忘记 神的太阳照一人也照百人 那灾物来临的时候 不管是属神的或者是不属神的 他们都会照样同样的灾荒 但是不同的是我们的心态如何 我们不信主的人可能验天有人 但是信主的人 我们的生命里面一定要学会 谦卑福福 仰望神 而且依靠神 我看见在这水灾的里面 虽然这些的牧者 虽然这些的教会 也被水灾淹没了他们所有的产业 但是他却推动了一件极美的事 那就是看见了很多爱主的会友们 来自各方各地各省 兴起到他们的当中来 不但只是爱心的奉献 也有爱心的行为 为他们清理 为他们打扫 这些爱的举动 也深深地吸引了很多的外邦人 给予美誉和尊我们的神 为他的美善的事为荣耀 那在生命当中 我们看似灾难 但是神却借助这个灾难 出发了促进了我们的爱心的成长 第二呢 就是雅各的众子被诬告和考验 那在第六节到第十七节里面 我们看见 首先呢 雅各的儿子们被耶瑟诬告为奸细 那是在第四十二章第九节 耶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 就对他们说 你们是奸细来归探这地的虚实 当时他的弟兄们都纷纷地说 我们是艺人 我们是诚实的人 我们不过只是来这里经商 而且来这里药粮而已 他们口中的艺人 口中的诚实人 如果对比当年他们七皇 他的弟弟 他们七皇雅各 有关于耶瑟的死亡 他们真的是艺人 他们真的是诚实的人吗 我想昔日 耶瑟也因为弟兄们对他的残害 遭受到当时落在 菩提法的妻子的诬告的里面 一关就关了几十年 相较之下 当时耶瑟这样的诬告 他的弟兄为奸细的时候 他只把他们关在监牢里面 短短的上天 耶瑟的诬告 无疑是一颗对他的兄弟们的试经石 他想以此试试他们弟兄们 是否会像当年那么的薄情 还是他们的兄弟之间有深厚的感情 和他们对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看待 是不是也是因为出卖他 或者在他们的弟兄当中 为了这件事 他们彼此出卖呢 当年他们出卖了弟兄的罪行 真的是无时无刻提醒了他们 今天此时此景 他们是招报了 他们不可以再出卖彼此 今天他们被耶瑟误告 是因为当年放下出卖耶瑟的报应 感谢神这一次 他们学会了彼此的担当 彼此的保护 彼此的遮盖 刚开始的时候 耶瑟其实要他们全部留下来 只让一个人回家 但是 后来 耶瑟不但让他们 九个人离开 一个人留下 留下了西面 如果当时兄弟们是不合的话 能够走的 一定觉得自己是那位 很侥幸的那位 剩下的 便成为当时的戴罪羔羊 耶瑟用这样的事情 考虑他们的本性 是否会为了自保 而再次的出卖兄弟 当年他们是因嫉妒 而出卖了耶瑟 这是这样的撕探 他们在他们的弟兄的当中 是否团结 是否同心 是否共进退 是否一起解决问题 那第二呢 我们也看见 在这些的 亲情的考验下 耶瑟就要求他们 把最小的兄弟 就是同母同父的 便衙面带来 否则呢 他将不会放西面回去 他故意让他们 去面对雅各和便衙面 其实就是要考验 他们心情之间的关系 如果哥哥们 通不过这三观 耶瑟便明白 暂时 仍然不是相认的时候 我可以在当中 留意到有一个转折点 当时耶瑟 是要九个兄弟留下来的 只有一个回家 但是在他的恩慈 和他的爱的里面 他却只保留了一个 让九个回去 耶瑟对当时伤害他的家人 真的是谨慎义重的 他出见兄长时 他嚎啕大哭 可是他又强忍自己的眼泪 用严厉的话 来压制自己 来这样的审问他们 他压制他历历在目的背叛 但耶瑟做事的方式 真是预表了我们的耶稣基督 他既有公义 也有恩慈 他在处理他的兄弟之间的成年往事 他给予的是老树和赦免 不但如此 他还在他们的粮食上 加添了许多爱的礼物 我们在这件事情上 有一个学习 对于那些伤害我们的人 我们是予以恩慈 饶恕和赦免 还是我们一致压制着我们的仇恨 我记得有一位很年长的老牧者 是我很敬重的牧师们 他们曾经告诉我 他说我们要常常看见 斯恩宝座上的两位天使 虽然斯恩座里面的夜柜当中 他们是律法 有玛纳 有摩西的藏 但是我们一定要看见 夜柜上面的斯恩座上 有两个天使 他代表了恩典 他教导我说 一人一事都要有公义 但是也要有恩慈 也要有恩典 这就是展现夜柜最高的精神 也就是神爱的生命 愿我们今天 在基督里曾经受伤的人 我们知道我们不可以向罪妥协 我们也不能够一下子 拔除别人对我们的伤害 我们可以应用很多的经文 我们也可以用摩西的藏折打 或者我们也可以用摩西的藏指教 但是在这一切的事情的背后 让我们学习在斯恩宝座前 仍然拥有这样的一个恩典 叫做斯恩宝座 在这斯恩宝座的里面 当我们斯恩女人的时候 天使的遮盖保护 必然领导我们 第三 我们要看见困境中我们的抉择 人在面对饥荒困境的时候 我们的抉择 可以决定我们是否会一件好事 正如夜色选择面对饥荒的时候 他的权柄叶加增长 雅各和仲子选择面对饥荒 他们不坐以待毙 他们救兄弟的重逢 雅各就这样得回失去多年的夜色 如果迦南地当时没有饥荒 没有灾难 雅各就不能够活着 看见他事而复得的夜色 有饥荒 雅各反而就经历了 使而复得的喜乐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现在百物高涨 天灾人祸 日子不容易过 但此刻我们就应该越发越盼望 我们要盼望我们的神 是那位能够把坏事变为好事的神 把咒诅变为祝福的神 只要我们能够救赎神的这样的抉择 我们必然能够遇见好事 雅各用恐慌或者是害怕 失去来做生命的决定 如果他早一点知道 让变养你和哥哥一起去的话 也许他能够免去后面的一番的波折 求主帮助我们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 不要从恐惧 害怕灰心里面来做出发点 第四 当我们面对生命受到伤害的过去 我们很多人都会做不同的决定 因为伤害可能会造成我们做出错误的决定来 我们要在做决定的时候 审查自己的动机 如果我们是因为受伤而未得医治 那么我们就会面对像这张经文当中 这样的叶瑟的光景 他受伤了 他得医治了吗 我想下来的经文告诉我们 叶瑟当时为他的两个儿子起命 第一个儿子叫做马纳西 马纳西的意思就是忘 第二个儿子叫做以发连 以发连的意思叫做未得医治 就是昌圣 对不起 以发连的意思就是昌圣 一个是忘记 忘记过去的伤害 一个就是忘记伤痕的时候 就会得到昌圣 他过去的伤害 虽然不断的提醒他 但是他却在神的里面得医治 否则他绝对不会有策略有谋划的来这样的考验他的兄长 弟兄姐妹们 如果我们的生命也有受伤的时刻 我希望我们能够学习面对他 记忌的面对他 求我们的神 医治我们过去的伤害 伤害的里面可以分成拒绝 怕被别人拒绝 和自我拒绝的伤痕 而这些三种的伤害的根 往往会伸出很多不同的果实来 他可能有苦毒 他可能有怨恨 他可能有身体上的疾病 他也可能对别人有这样的偏见和主观 在过去的伤害不能够面对解决的时候 我们往往也会去伤害别人 可能在言语上我们不会谨慎 可能我们在言语上 我们可能会这样的带给别人更多的痛苦 有一句英文的话说 那就是伤害的人 他们也会去伤害别人 求神的圣灵今天早上光照我们 面对我们的伤害 让我们选择神的道路 真理和生命 用爱来这样的饶恕和赦免 甚至接纳像我们夜色一样 他是一个情真义重的弟兄 他只教他们考验他们 并不是要报复他们 而是让他们正视 他们过去所做的事 今天当他们相认的时候 在下来的几章里面 你会看见他们在主里面的 这样的一个合一老数 带来了全族的祝福 那今天不但我们要面对受伤的过去 我们也要学习放手 仰望交托给我们的神 虽然刘变跟雅各说 他愿意用两个儿子的生命来交换变雅米 求父神让变雅米与他们一同下到埃及里面 但雅各当时对于这样的提议 两个儿子换一个儿子 就是说两个孙子换一个儿子 雅各仍然不愿意 他不愿意放手 因为变雅米是他活着的唯一的希望 是他对他失去的妻子的一种的调念和保护 更是对他失去曾经失去 夜色的这样一个伤痛的弥补 我们的生命的当中 今天是否也有一样的东西 是怎么样都不愿意放手的呢 或者也不愿意去面对的呢 作为一个真的门徒 愿我们能够面对挑战困境的时候 我们学会放手 放手不是说我们不理会 放手是让神掌权 让神带领我们做对的决定 如果雅各当时不愿意在最后的一刻放手 变雅米去见夜色的话 他可能要面对另一个更大的计划 放手让神 赐给我们更大的恩典 祂导空我们 是使我们能够拥有更大的 丰盛和喜乐 在生命中 不愿意放手 只会拦住我们得到上帝 给我们一切属天的祝福 我有一个生命的经历 就是在我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其实是一个很严厉的母亲 在我回望过去的时候 因为我的严厉 她也是一个怕被拒绝的一个苦毒的根 因为严厉 所以我对我的孩子造成了很多的伤害 那我记得我的儿子在他 特别是我的大儿子 我对他特别的严厉 因为我要他立一个好榜样 我记得他几次提醒我说 妈妈你很早就放弃了我 我对他的严厉 对他而言 是一种放弃 是一种指教 当我指教你 管束你 对我来说是 这样的严厉的 看管你 好让你不偏离神的道路 反而对他是一个伤害 所以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 他像一匹野马一样 他在离开家里去 外面读书的时候 他就坐进他想做的事 尝尽任何一个 在基督里可以去尝试的事 可是我每一次劝诫 每一次警告 我更加的严厉的时候 我就发觉 我好像失去他更久 更多更远 直到有一天我学会放手 教托给他 教托他在神的手中 很奇妙的 神借着不同的环境 对他说话 甚至在祷告的当中 让他附导在地 起不了身 他知道神的同在是那么的大 然后在神的同在的里面 他嚎啕大哭 他认罪悔改 今天他已经回到我们的身边来 我很感谢 如果再次的用那些过去的伤害 不但面对他 我认为我的失败 我是一个失败的母亲 我伤害了自己 我用这样的一个角度 来评论我自己 是一个失败的母亲的时候 不但我受伤害 我的孩子也受伤害 但是我学习交托仰望 让神自己来对他说话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祷告 母亲的祷告 母亲的眼泪 神决然很见 我愿今天这生命的分享 让你们能够成立一个 情深义重的 像夜色一样的人 在主里面 让我们用爱去包含 去饶恕 去接纳 放手 让神去处理我们生命中 任何的困境 或者是人 或者是使我们伤心的过去 我们今天早上 用这样的一个时段 我们来做祷告 父啊求你帮助我们 在困境的当中 能够做对的选择 回转到你的面前 勇敢地去面对 在受伤的时候 仍然能够拥有 夜色的情路 让我们用你的爱 去包含 学习饶恕 放手 全然交托 信靠你 奉耶稣的名 我们祝福祷告 Am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